大家好,秋天天气干燥 今天来分享一道特别适合秋天的五白汤 盛世月窝,是名人的保养秘诀 爱美注重保养的姐妹们一定要学起来哦 首先准备四分之一朵银耳放在大碗中 倒入一勺白醋 泡发银耳的时候加一点白醋 能够加快银耳的泡发速度 以及发出来口感更加好 再加莫过银耳的温水来进行泡发 这里一定要注意不要用热水来泡 热水泡发,银耳的营养成分流失非常的大 再来食用就得不偿失啦 再来准备30克的糯米 倒入清水,洗一遍灰尘杂质 再重新加入清水把糯米浸泡着 糯米吸煮水分 待会我们操作的过程中更加方便 40克的花生仁同样放在碗里洗干净 洗一遍就可以把花生捞出来沥干水分 花生皮的营养特别的丰富 所以我们要保留着一起食用 然后把提前泡发好的30克莲子 去掉里面的芯 这个芯吃着非常的苦 如果家里有豆浆鸡的莲子不用提前浸泡 莲子全部去掉芯以后放在一边备用 再来一个非常滋润补水的雪梨 把外皮给削掉 虽然说梨的外皮营养也很丰富 但是口感比较硬 在这里就不保留啦 去皮的雪梨对半切开 把梨芯给去掉 吃着口感会发酸 接着把梨切成小块 切到像视频中这样就可以啦 然后放到清水里边泡着 防止梨氧化变黑 这回银饵也泡开啦 泡开的银饵看起来就非常的漂亮 用手抓洗几下 把表面的杂质给抓掉 然后再加入一勺淀粉或者面粉都可以 均匀的撒在银饵上面 继续下手抓揉干净 因为银饵特殊的造型 里边很容易隐藏细菌杂质 面粉又具有很好的吸附能力 这样就可以把银饵洗得非常干净啦 再加入清水淘洗一遍 这样银饵就洗得干干净净啦 用剪刀剪去银饵这个黄色的根部 这个部位吃着口感不好 所以不用保留 然后再把银饵剪成小朵 银饵的营养特别的丰富 有句话还说是穷人的燕窝 用银饵来滋补身体是非常不错的 食材全部准备好 就可以放进破壁机里面啦 如果有豆浆鸡的 直接倒进豆浆里煮熟 然后再打成汤 倒入600毫升的清水 水量可以根据个人喜欢的浓稠度来添加 启动破壁机 把所有的食材打碎 五白汤打碎以后 再倒到锅里边煮开 可以加入几粒冰糖 增加一点香甜味 开起小火用铲子不停的搅拌 如果有豆浆鸡的就直接省略这一步啦 煮上两三分钟 中间开始冒泡 像这样完全煮开就可以啦 直接倒在碗里面就可以开吃啦 口感微甜 有着莲子花生银饵的清香味 我所用的比例做出来像酸奶一样浓稠顺滑 喜欢喝细一点的哦 也可以加水量多一些 根据自己的口味调整 喜欢的朋友一定要试一试哦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